一人洪奇德昨天行程在家里面突然翻白眼 整个人在地上打滚 而他的家人发现之后紧急将他送医解救 而目前初步排除是喝酒 但是是不是有服用其他的药物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救护车紧急把一人洪奇德载到医院 凌晨两点多洪奇德独自在台北市民生东路家中 反家的妈妈发现洪奇德翻白眼 整个人躺在地上打滚 赶紧打医酒 我拍两天 我一台就好 因为我女儿在发现 那就翻白眼 拜托你去 洪奇德被五花大绑抬上了担架 他的妈妈出面表示洪奇德已经退烧没事了 也质疑救护人员根本就不需要用素负袋绑人 初不了解洪奇德没有喝酒 因此排除是酒后身体不适 至于是不是服用药物 还有待进一步厘清 洪奇德三年前因为吸毒乐界之后 又因为酒驾撞死了妇人 逐渐淡出演艺圈 近来他努力工作赚钱 现在又突然传出了身体不适 引发各界关注 洪奇德 �